看 我们今天又蒸两锅黑糯米 然后我们两个决定 这一锅拿来做那个黑糯米粑粑 对 然后呢 这一锅就我们要 喷点水进去啊 喷点水的同时加一点香油 它就更香一点 看一下 哇 好热哦 外面 越来越有经验了啊 放这个香油水呢就又香 然后呢 那个糯米也软一些 再蒸半个小时吧 我们要拿这种不锈钢的桶去装 这个打好的粑粑 也要刷一点油 等一下免得粘了 这一锅就可以拿去了啊 嗯 可以了 嗯 好了 抬下去 这个不好吗 放一边 放一边 哎呀好燙啊 哇太乎了 哎哎黏住了搭不出来呀这个 太黏了黏住了 哎呦又烫倒又搭不出来怎么办 这个太烫了 还要搞点油等下会粘住了 哇太烫了 起一个烫子了得 跳起来了 你这个要经常翻了 哎呦这个爸爸还没出锅 那个一个那个姐姐就说要买了 他拿着碗来去拼一下 阿姑我都想一点 拿一点给我姑姑尝一下去 来 你看我们这次 噴了一点水然后焖久一点 你看这个酱看一下 这个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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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真的是全天然的 绿色视频来跟你们说 嗯 嗯 黑了就是黑了一点了 黑亮黑亮的 嗯 有任何添加的 嗯 做好了还是很漂亮的嘛 是吧 嗯 都又黏了又开始黏了 又开始黏了 不怎么圆啊 朋友们见谅啊 不要太介意我们这种手工的东西了 形态各异啊 嗯 做得太烫了 嗯 这个先放在这里放凉 会亮的 我们两个把那一枕拿去卖啊 好的 你们你们两个老老人家管这些哦 管住哦 等一下硬了你们就收起来哦 好 嗯